为了证明自己还行 完全可以继续挑大梁 美国总统拜登三号 在白宫会见25名民主党籍州长 试图抚平辩论后的换败声浪 同一天拜登还致电给竞选团队 向他们保证自己不会离开选战 白宫也一口同声再度强调拜登不退选 只是白宫护航拜登说他是因为时差和疲劳影响辩论表现 CNN记者在新闻中却这样回应 白宫的护航有没有效果 纽约时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辩论后有49%的选民挺川普 比一周前增加三个百分点 让拜登已经落后川普达到六个百分点 另外有74%的选民认为拜登年纪太大 当中有59%是民主党支持者 至于路透社则说 如果拜登退选第一替代人选 恐怕就是副总统贺锦丽 即管如此辩论后贺锦丽不止引力捍卫拜登的行动 也持续跟拜登一同抨击川普是罪犯 然而CNN发现由于川败两人闹翻天 有4成5的美国人在7月4号国庆日 这一天对自己的国家无法感到自豪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